大家好 你们是不是一直觉得卷毛是个特别温柔的人 开朗的人是个什么暖男类型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温柔谈不上 但是开朗是绝对是开朗的 我告诉你他你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手机 来看一下 这是给我摔的 这是他给他的节座 第一次摔把这个给我摔开了 然后第二次就摔平摔了 第一次摔的时候我还能将将能用 这又经过他的一次暴力摔机之后 完全报废了 也有暴力摔 就是随便一扔 你们老婆我为什么不回家 为什么不回家 昨天还有人说为什么不跟我搁一块回家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我后面这些东西 不回家不是因为我吗 是是因为你 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你 是吗 看看这些货 这是张老板拉我入伙投资的 我全部的身家都已经压在这了 这个是防晒衣 那边还有病死 病死有7万单 我都砸死了 炒了好几次了 因为这个衣服 真的刚开始我也没有做过生意哦 我以为就此打水飘了 你想啊我自己卖的话 你想的话卖个几十单几十单的 你说我得我得卖到好远马月 这个几万单呢 这个加一块十几万单 你说 哎我跟你说 当初真的做的时候也没说叫你 只要你一个人卖 你说这个货量真的是很好很好 是啊 我都说了今年我为什么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提现在卖的好 因为我们就比别人做的好 然后价格又实惠 你看我们现在就全部全部扑下去了 现在一天能做个三千单 这十几万单一两个月就就搞定了 是不是 为什么不用急 怎么样 慢慢来 你放心 我跟你说 这个这些衣服 我绝对我给它削掉 知道吧 那交给你了 削不掉我都都给你 可以 削不掉都算我了 好 我承担了 我带你买的新了好不好 黑那个新手机 今天你要买不到我满意的 我告诉你 我把你抵押了 因为我就我就看你手机旧了 所以说摔一下 然后我就买个新的 少来 必须得是最高端的 高端的好一个高端一个 你看 这样 我要一台高端机 看幸好被删的苹果 删的苹果了 妈妈就要买个苹果 还想摔苹果 刚才一盈十 盈十个 这个忙不错的哈 我们数字系列是主打拍照的吗 是128的还是那个 256的 256的 如果说在拍一个比较近的物体的时候 他会自动 自动打开我们的微距是样的 抗摔啊 抗摔你看 他的华为的过程波 就跟他是差不多 跟同一种材质 下次潮上再摔就摔不快 不一样 不一样 我这个是华为的 这个是荣耀的 不一样 颜色的不一样 我看苹果 我看苹果的 看苹果 好好好 哎呀 反正今天是这个手机 我看我是跑不了了 要给你 要给你整一个 那你眨眨叫醒 好 看这个是原相机 是原相机 因为我感觉都比你的好看多了 比你这个好 哈哈 那我一下这个 这个多少钱 89997 对啊 这多少钱 我都不敢看了 79997吧 79997 对 12加2 这个拍视频了吗 效果的 可以啊 而且他最主要是说 我们有一种我们那个 荣耀主义的多景度相同的 行不行啊 哈哈 赔你一个好的 你看 你那个就一千多块钱 现在赔个好的 现在去去 上市去打架的时候 你要说这个几百块呢 没看上 没看上吗 华为也有 苹果也有 还有哲联也有 你还要看什么 不要了 先不要了 我现在还有这个苹果先用的 这个 坏了就坏了 那就没有了啊 下次再要就就就就不买了 还有下次啊 哈哈哈